兴诺宁城堂女二清葵嫁到陈渊就像参加了变形计,香味被嫌弃,洗澡被拿捏。 要是没个保驾护航的,自身在偏激些,可不就是黑化的节奏。 一起来提前了解一下清葵的结局是什么吧? 兴诺宁城堂清葵结局没有黑化,最多为了符合陈渊的潮流,改穿紫黑色衣服。 和清葵在一起的人是谁?排除一个无知莽夫大皇子,再排除一个不懂怜香惜玉的二皇子,最后的天选之子,只剩下出身不高满腹心机的三皇子朝风。 经历过一次灭世之劫,沉渊大换血,三皇子逆袭储君。 清葵也就成了未来的皇后接班人。 女主夜谭作为清葵的双胞胎妹妹,性格比清葵跳脱很多。 清葵不出差子本来要嫁到神族,和男主少典友情有一段姻缘。 夜谭不太希望清葵独守空归,很单纯地以为,只要找人绑架了少典友情,就能逼神界退婚。 行动太快的后果就是,承邀少典友情本人干黑活,被当场拒绝,又因为一个小慌,被少典友情错当成清葵。 两姐妹出嫁当日,神界,沉渊一起迎亲,差点没打起来。 场面混乱之际,朝风调包了清葵和夜谭。 少典友情带着自己的冤架到了神界,因为通过了姻缘桥的测试,觉得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了。 夜谭这时候说不是清葵,少典友情也是呵呵了。 去了陈渊的清葵更惨,被侍女一顿洗刷刷,打包近见陈渊王,和他的三个儿杂。 最不受待见的老三朝风英雄旧美,凑近清葵的耳边说会护他周全。 清葵除了信他,好像也没别的选择。 几番接触下来,朝风觉得清葵与陈渊的其他女人都不同,对清葵越来越上头。 清葵最后半推半就的,成了朝风的妻子,得知真相选择了原谅,黑话是不可能黑话的。